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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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嫂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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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哪儿来呀 什么叫嫂子呀 你怎么着 干吗呀 那是我嫂子 这是寒山 这是什么呀 玉米 你怎么回事 什么嫂回事 那是我嫂子 嫂子 哥 我真不敢相信 你怎么会喜欢一个酒鬼 什么酒鬼 你瞎说什么呢 我瞎说 你自己来看看吧 我真替你感到丢人 有点事情有个车开吗 出什么事了 舒西 你难得让我进去 你别让我进去 你别让我进去 这你干吗 走吧 那怎么还在这儿 找我进去 那你干吗呢 你找我进去 你找我进去 好啊 哥 你快进去看看吧 来来来来 找我进去 你找我进去 你找我进去 快来 找我进去 干吗 干吗呢你 我给了 喝酒 喝这个酒 喝酒 喝酒 五百 五百一杯 你喝吗 你问他喝吗 什么五百 五百什么呀 别走 咱们走 咱们走 兄弟 这就交给你了啊 好 葛德龙 我拐这个女人喝 你王八蛋 你怎么想喝啊你 葛德龙 你家里出什么事了 葛德龙 你告诉我家里出什么事了 我跟你说 你把自己喝死 还不清你的债呢 我不管 吴 Custom 帆车 Rockefeller 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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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凌 凌凌 你怎么喜欢这样的女人呢 你想干嘛 放开 你放开我 我告诉你 你家人都会挣钱是吧 你挣钱 你妈还把我钱扔脸上 扔我脸上 我告诉你没关系 我一样能还 扔我脸上没关系 给你妈带回去 这钱无所谓 我告诉你你告诉你妈 关好你儿子不要来找我 我不稀罕这三个亏钱 这次多我能还 第二天想还我 现在我妈把钱还债了 你知道吗我没办法 姐妹 走开我们无所谓 我还可以还 五百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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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百块钱一杯酒 我三天就能还上 好 我还钱 你们了不起 我一定能还上 你等着 我一定能还上 你等着 走 哎哎哎 来来来来来 走 这里面是多少 三百多一点 现在还得干块 四块 还是韩山他们大为厉害啊 好奖啊 我这奖金一发的 一发就是三万 咱俩也卖多少黄瓜 能挣这三万呢 又还乱的债 还一笔少一笔 好 你帮忙 这咋的 这是咋的 这是咋的 这是 这就是 一锅 两袋 又喝酒了 哎呀你怎么又喝酒了呀 你也不长点记性 哎呀 你这孩子呀 你怎么 你怎么这么让人操心呢 这一身的酒气 好面咋就耗上酒了呢 你也是个废物 看见你嫂子了 你怎么还让她喝呀 喝成这样好啊 这哪像个女人呢 妈 爸 你拿去还债的钱 那根本不是嫂子的奖金 那什么钱啊 那是书欣她妈摔在 嫂子脸上的羞辱钱 嫂子第二天要还她的 可你 寒人 还难受吗 还难受啊 我不看了 我摸不疼 再喝点水吧 啊 嗯 喝点水携些酒啊 啊 喝点水携些酒啊 喝点 对上他热子 暗山啊 难受直升啊 唉呀你不受罪吗你啊 都怨骂呀 都是我不好 你 要不醒我 我就护着牢连吧 玩人的钱再要回来吧 那个星照的那女的 这不明显欺负你 我都厌不下这口气 你怎么这么能忍呢你 你说你也真是 你不这么大事 你也不给嫂子商量一下 你真是 要不说你妈就是个混蛋 你说这么多的钱啊 也不问问寒山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不问青红早卖 拿起来就还人家 你找什么这么严重的后果 我肠子都毁清了我 算了吧 你也啊 帮妈想想办法 我今天下午一直在打电话 我那几个哥们儿 他说最近说的手头都挺紧张的 已经搭不出钱了 我再想办法了 再想办法了 都挖不出钱了 这个怎么办呢 这不是把人往死路上比吗 渊言 晚上我看你没吃几口饭呢 你别着急 男人啊 长生都晚 你得等他们慢慢长大 寒山怎么能跟你比啊 就是没有你 他也别想做我的个媳妇 回来了 干嘛呀你们俩抽个脸 这是寒山让我给你的三万块钱 你叔叔 他还让我转告你 以后好好管管你儿子 也就是我 别再去骚扰他 你又去找他了 妈 说句实话 我也为有您这样的妈 而感到耻辱 怎么跟你妈说话呢 啊 你们俩都长本事了是不是 我一口水一口饭的把你们俩养大 你们现在不是你妈了 妈 这带带夜狗爸能去哪儿啊 我知道他去哪儿 你刚不走 不是 都走三半天了 他什么时候能到啊 快 快 到你别乱说话啊 好 看见了 那门口站在那不你爸吗 你爸怎么跑这儿来了 这谁家 不老吴家吗 你爸厂子那个会计 吴坏 哎呀 这出来了 那不老吴吗 当年在厂子啊 你爸接发的贪污 放过来整你爸 差点没把你爸给整死 怎么那么腿烙残疾了 你能向我张考 已经很不容易了 我 这钱今天你拿走 人无远虑 必有机忧啊 不送 你不要 三半块钱 走 回家 给我吧 你去叫大家下楼吃个汗 苏苏姨 发酵甜 吃饭 早 阿姨 早 回家 苏儿 你看见你姐姐做的饭 没事跟姐姐多学学 哪像你呀 就知道澳洲 早 苏欣 你看只要袁也在家 咱们家早餐就特别的丰盛啊 怎么呀 咱们这未来 倒是喜欢让人满意吧 现在年轻人都不喜欢做饭 苏妍 你要是不喜欢也别勉强 没有啊 叔叔 我挺喜欢做饭的 我觉得看咱们家人 坐在一起吃饭 特别高兴 你真的爱做饭 对啊 我喜欢做饭 我看你还是别违心遭罪了 说唱 他自己跟我说的 他根本就不爱做饭 说怕油烟伤皮肤 我看你呀 还是别那么委屈自己了 为了一个根本就不爱你的人 你怎么吃饭都堵不住你的嘴啊 不住了 说实话你不爱你我不说了 喂 阿姨找您的 谁呀就找我呢 你是谁 她说她姓韩 叫什么呀 你叫什么 阿姨 她说她是韩山 让韩里点东西 在大门口等着呢 把电话撂了 让她在外头等着吧 啊 没怎么呀 书欣 你把韩设计师请进来 站住 韩山是咱们公司的设计师 我这个是设计师 你赶紧把他开除了 我不想见他这个人 我也不想听到他的名字 书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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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记得我没发出邀请了 你就跑到人家里来吧 这是没有教养的表情 阿姨 上次您把钱贴给查管给他 我 这段时间 一直没能给您送来 非常抱歉 怎么回事啊 晚上 晚上 等等 你以为你把钱还回来 你就是个高贵的女人了吗 希望以后我不要见到你 好 韩山就是我喜欢的你 哥 韩山 韩山 你真的为了这个女人 连你妈都不要了吗 我真的不值得你为我这么做 怎么不值得 我觉得值得 我要做我应该做的事情 我不值得你去为我伤你母亲的心 我没想伤害我妈 我妈做了什么事情 你知道我也知道 那是不应该的 你得给我一个机会 让我证明 你是一个值得我爱的女 对不起 有什么好对不起呢 是你对不起我 还是我对不起你 我们俩不适合 你不明白吗 怎么不适合 我觉得适合 我不希望你为了我 失去你原有的一切幸福 我不会失去我原有的幸福 而且我们俩在一块会更幸福 上班 scheduling 停了 坐下 你跟韩十山 到底是什么关系 我爱她 打算和她结婚 我这得征求人家的一个人 爸 这事您别管 我妈那边呢 反正我的事我自己做主 韩山呢 倒是个优秀的女儿 可是优秀的女人 有的是 你的事业只有一个东盛 没有事业你还贪什么爱情 你爱谁不爱谁呢 我不管 那是你自己的事情 但是你要分得出轻重 不能因为感情问题影响工作 如果样板间出了任何差错 你要负全部责任 知道了 我先走了 你知道个鬼 你站住 你妈呢 有时候比较过分 这个呢 她也是为你好 我跟你说呀 韩山呢 是结婚的女人 又有一孩子 我跟你说呀 你永远替代不了她第一个男人 知道不知道 谈谈联爱可以 要做选择呢 还得慎重点 呃 嗯 谢谢吧 俞 语芯 我来看你了 公司的项目马上就要验收了 验收成功后 我能得到一大笔奖金 我能用这笔钱 换掉一般的债务呢 爸妈终于可以喘口气 你也可以放心 你怎么来着 胡二给我打个电话 胡二给你打个电话 他为什么要给你打个电话 他觉得应该给我打个电话吧 他叫什么名字 高一 兄弟 你要是地下有值的话 就拖个梦告个海岐 跟他说 他不应该保证过去红 应该开始新的生活 我叫舒欣 我可以向你保证 一定会好好照顾他 还有你们俩的孩子小子 你要是同意的话呢 就让红告诉我 你双手 等工程研收完了 我就辞职离开公司 辞职 离开公司 是因为我还是因为公司 你已经为我做得够多了 我真的非常感谢 你是不是担心我妈以后会找你麻烦 我可以向你保证 以后不会让你受委屈 你别怪我 他还是为你好 那总得有个理由吧 是我不想跟你在一起 你想跟高一飞在一块 可是他现在已经去世了 你应该开始新的生活 我说 桃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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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清楚了 我 没法查呀 啊 真不清楚 我让你查个人你都查不清楚 桃儿 我海南码头一天进进出出的货船那么多 怎么查呀 再说咱们也不知道 他雇的是哪家公司的船呀 可是前段时间 我听说确实有条船出事了 被海关给扣了 可是货主都死了 不可能是他呀 你没去公安你去查查户口啊 我去了 想说你给轰出来了 还差点把我给扣去 说我非法探查别人隐私 废物 这小子有什么动作吗 他还在睡觉呢 就是就是咱的公主 有动作啊 你把话说清楚点 您赶紧去看看就知道了 陈天平 赶紧床啊陈天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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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起来 赶紧床起床啦 再不起床他要晒屁股啦 陈天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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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床啦 起床啦 起床啦起床啦 你快起来吧 我带你去剪香蕉谷 我不去 你自己去吧 我带你一起去吧 可好玩了 你肯定没见过 我在楼下等你啊 唉 唉 陈儿 这儿她怎么了 兴奋 兴奋 为啥呀 闭嘴 反正不是为你 陈天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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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啊 你开车 我 我爸不会说的 我开心我爸就开心 去吧 唉呀去呀 走吧 唉呀 这 没关系的 走吧 陈天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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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子 陈天平 你快点啊 走 快点 你帮我写啊 陈天平 你快点 你快点过来呀 陈天平 来了 陈天平 你快点 你快点 陈天平 你快点 陈天平 你快点 陈天平 这里边都是这样的 这个是可以熬成肥皂的 陈天平 你别动啊 陈天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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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那边 cast 陈天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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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呢 这是橡胶入森 使你可怜吗 弟弟 帮我摘配叶子 好香啊 你用什么洗衣服啊 肥皂 肥皂 香蕉果熬成的肥皂啊 可比买的肥皂更香呢 好了 洗的什么愿啊 说出来就不灵了 白天还好好的 这一回来到头就睡 一直睡到现在 我怎么叫一叫不醒 不要着急啊 没有什么大事 稍微啊有一点收 我估计呢 这孩子平时很少运动 今天白天运动量可能要大了一些 就累着了 休息休息歇一歇就好了 好好好 平时别老憋着孩子 得让他多运动 好 谢谢啊 你照顾孩子吧 好的好的 谢谢啊 谢谢医生 谢谢医生 你听着 娟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我就要你的命 你行吗 我行 那站着干什么 出去 再槌好 就给你收到你吧 你儿子 你手指点一下 你儿子 不敢说 你把老爸吓死 爸 我的香蕉果呢 在外面放着呢 好好的 你放心吧啊 我要把它熬成肥皂送给天平 这个不知道身前的王莫蛋 我明天就把他赶走 爸 你不许赶他走 是我让他带我出去玩的 你不许赶他走 好好好 你躺着 躺着 刚好 来 躺着 乖 听话啊 别动 爸 他是个大学生 你不是喜欢大学生吗 爸 好好好 爸喜欢 爸喜欢行了吧 好 乖 躺好了啊 杜总 睡不着啊 睡不着 出来转转 又想起被朋友骗的那批货了吧 想也没用 现在能活着 现在能活着就已经是万幸了 天平啊 别怪我刚才对你那么厉害 没关系 没关系 这娟子就是我的命 这孩子打小就跟着我 身体一直很弱 我带他去查了查 是先天性心肌炎 医生跟我说 要哈着 要护着 半点差错不能处 快二十年了 我半步都不敢离开他 也不敢让他跟其他的孩子一样去疯爽 你看白天 他那个高兴样 我这一看他高兴啊 我这心里头 又高兴 我又担心 杜总 其实 也不能老让他这么憋着 老憋着 抵抗力会越来越差的 其实适当的户外活动 可能对他的身体更有好处 我看出来了 娟子一看见你啊 他就高兴 你小子 能让娟子高兴 比给我干什么都强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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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后天吧 嗯 干嘛阴着脸 你应该高兴才对 如果样板间验收成功 就意味着东盛能够走入国际化的平台 以后发展空间会越来越大 可惜 可惜 跟你我关系都不大 行 那一会儿我跟他们说 好 你走 我跟他们 喂 喂 韩山 喂 挂了 他到底怎么说的 他怎么说的 他怎么说的 你得说说 我都告诉大家了 把心放肚子里 韩山说了 三天之后发笔奖金 把钱都还给大家 我都跟你们说了 韩山一有钱 肯定会还给大家的 这钱瞎不了 你就忘听他忽悠了 谁发奖金能发这么多钱啊 是啊 是啊 能发到你这老娘们 哪来这么大本事啊 我跟你讲啊 我自打把钱借给他 我就没有一天安生过 我丈母娘死了 饭馆着火了 连脚上都长个鸡眼 天天都疼 这钱要一天要不回来 我就一天不安生 可三 你说这话就不像爷们了吗 人家韩山天天想尽办法还你钱 什么爷们不爷们 有钱就是爷 合着你站着说话不要他 你钱是还完了 有本事你替他还了呀 行 我一有钱 就替韩山把钱还给你 好 我不跟你啰嗦 不是三天吗 再信他一次 等他三天 好 三天以后 我们大伙到他们家去要钱去 好 就等你 三天 等你 三天 到时候你必须得去啊 行 江凡 你工作时间怎么喝酒呢 干了这么多年 还干不过一个女的 首席设计师 他凭什么 就凭他是个女人 别胡说八道 你自己干不过别人 还说这个说那个的 你别忘了 我也是个女人 你 差远了 你什么意思啊你 袁助理 你就没看出来吗 书心爱的是韩山 全公司没有人不知道的 别喝了 别喝了 敬在这儿胡说八道 咱们都是给人家抬轿子 先把他抬到 书心怀里 再把他抬到 首席设计师的位置 然后 咱们就得卷铺铺 就是走人 江凡 你知不知道 你现在在跟谁说话呢 东盛集团 董事长助理 可很快就不是了 只要书心把韩山一取过来 你也得走人 你信不信你再胡说八道 我开了你 有本事你把他开了 开了他 东盛还是你的天下 你做得到吗 你做不到 在董事长和书总眼里 他比你重要 唉 对不起 好 冬妍 你怎么在这儿站着呢 这儿不要了 我送你回家 你怎么不问问我 我怎么会知道 你走这条路 因为韩申家 就是这个方向 去他家只有这一条路 舒鑫 你告诉我 我还有多少钱 我们现在都已经长大了 做事情不应该想个孩子 我不再是五六岁 可以和你在一个 澡盆里洗澡的孩子 我是个女人 我是你曾经发过 是唯一爱的女人 你忘了吗 有穿什么 送你回家 你为什么不看着我 你在回避什么 韩申可以给你 我一样可以给你 他有别的男人我没有 二十多年来我就等你这么一个男人 为什么患不悔你的感情呢 回家吧 舒鑫 告诉我 你爱我 我想我们俩在一块儿生活了二十多年 有很多 可能是兄妹之间的感情 代替了爱情的本身 我真的受急 那你以前说爱我 都是在撒谎 没有 就是说 当临际战争勤感的时候 主持的选择 应该是准确 我向往现在的一个选择 应该是对的吧 舒鑫 没有你我该怎么办 我不能看见你跟别的女人在一起 安妍啊 感情是两个人的事情 是吗 你是说那个韩山吗 我向你在我心目里 真正的角色应该是我的妹妹 你的妹妹是舒厂不是我 对 我 多冷啊 进屋 安晨啊 不嫌冷呀 在这儿坐 没事 透透气 不好了 想什么呢 没想什么 想过两天我就可以发奖金了 一会儿我爸再也不用卖黄瓜去了 就不是黄瓜的事 想舒心呢 是吧 没有 没有 都打年轻时候过过了 理解 对 这个事啊 我劝你别顾虑太多 只要你愿意 我和你爸和你爹 一明儿他也不会发明 没有 妈 您别瞎操心了 什么 到什么程度了 什么什么程度啊 你看你 你不喜欢他啊 谁愿意娶一个一身债的人啊 谁愿意娶一个一身债的人啊 你不是还是喜欢他吗 妈 哎呀你看你自己都说漏了 哈哈 嗯 嗯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